全世界最著名的16种可乐,其中还有咱们中国的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今天我来到了拉斯维加斯的可乐旗舰店 在这里可以品尝到全世界著名的可乐 每天上午的11点开始,现在是10点半就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 接下来咱们就等这个全球16种著名可乐的大套餐 为了拍这个视频,我是第一个到的 现在咱们拿到了五颜六色的,一共16种 咱们从左边的这一排开始 顺序都是从左下到右上 第一个就是印度的童年可乐 第二个是墨西哥的亚买加山谷,不知道翻译的对不对 第三个是来自于京八部委的一种口味 第四个是来自马兰梅的梅左黑梅口味 第五个还是来自于墨西哥的,叫力量苹果 第六个是罗马尼亚的黄瓜口味 第七个是巴拿马的草莓口味 第八个是坦桑尼亚的一个什么口味,这个也没看懂 这里就离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各个的颜色 然后紧接着咱们来介绍剩下的八种 剩下的八种,第一个就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蓝莓口味 第二个是来自德国的,叫波纳克的一个口味 第三个是来自于哥鲁吉亚的一个冰茶 第四个是西班牙的,第五个是来自于中国的酸梅口味 第六个是哥斯达利加的克里塔口味 第七个是秘鲁的印加可乐 第八个是泰国的蜜瓜口味 其中我觉得最好喝的就是加拿大的蓝莓,还有中国的酸梅 大家如果有喝过可乐其他口味的,欢迎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谢谢